好,我们来接超音波侦测器,测距的 我们会用这一个超音波侦测器 那我们的echo接在11 trim接在12 那这个超音波侦测器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的正负极 它的脚位标示是跟一般我们现在用习惯的GVS的方式标示是不一样的 它的G跟V是放在左右各两边 然后echo跟trim是放在中间 这边要特别注意 那目前我们把它接在11跟12上面 接错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你的USB波可能会烧掉 可能会烧掉 万一短路太久的话有可能会烧掉 特别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接超音波侦测器所需要注意的部分 然后比较老式的 也比较早期的 不要说比较老式的 早期的超音波侦测器有一些是要接5伏的电 持5伏的电 3.3伏有可能它会那个数值会乱跳 这是我个人测试的结果 那比较新一点的超音波侦测器 不管3.3伏或5伏 好像都可以 还是有两种不同的格式 这个就不是非常清楚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个积木 这个积木 那角位你自己定 那目前我们预设想说 11、12比较少用到 我们就接在11、12我们直接点它就看到现在的距离这样 我们把一个东西拿靠近它去遮蔽 去侦测 现在是4公分 再近一点 2公分 所以这个测距是OK的 那超音波使用的部分就是特别注意的地方要 第一个角位要接对 正负级要接对 要注意一下 然后你买设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又询问一下 这个超音波侦测器 有没有3.5伏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我们的超音波测卷 这可以 是 感谢观看